上节说到河南洛阳有一个老周家上演了一系列的怪事 比如说衣服莫名其妙消失 好好的桌子不明原因的就翻过来了 还有锁在屋子里的压面机突然就移动了位置 这些个怪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这个时候老周的小儿子小周 给咱们说起了一次可怕的见鬼的经历 那么这个事真的跟鬼有关系吗 分析到这儿老周又补充了一个他自认为十分有用的信息 紧接着老周煞有介事的分析到 你说这会不会是大蛇化作蛇精了 回来祸害我们一家 报复我们当年把他们给抓出来了呢 听到这儿咱们的记者哈哈大笑 老周你可打住拉倒吧 别在这儿瞎说了 是吧你这种说法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蛇精什么妖魔鬼怪蛇精只有可能在哪出现呢 你说到蛇精的时候脑子里想起了旋律你知道吗 叮当当当当当当 只有葫芦娃里才有蛇精好不好 那都是艺术创作 生活当中不可能出现的 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有人说了 搞鬼的不是妖怪 那会不会是人呢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咱们的记者向周围的人打听了起来 感情啊 老周家有这么个情况没说呢 说原来老周家一直向村里边提出请求 希望能够重新分给自己一块宅基地 但村里一直都没答应 会不会是老周家为了得到新的宅基地 自己闹出这么些个事呢 对于这个事 老周又是怎么回应的呢 老周说了 我像村子里提出要地的事 确实不假 但是那都是发生这些怪事之后提出来的 不是因为村里不答应 我才提出这说这些怪事 主要是因为这个地方实在是住不下去了 要不然自己怎么愿意搬离自己祖上留下来的老宅子呢 再者说了 自己家里边什么情况 大伙都很清楚啊 家里头并不富裕 原来就是靠着自己呢 在外打工赚钱养家 现在出了这种事 老婆孩子吓得不轻 为了照顾他们 那自己也不敢出远门了 只能靠在近处打个短工 挣点吃的呀 如今家里头还欠着外债呢 就连驱邪的钱 都是问自己家亲戚朋友借来的 如果自己真是为了那块地的话 也不至于自断后路吧 这地要不要得着还两说 这个家倒是快散了 真要是自己干的 那也真是蠢到家了 说到这儿 照老周这番话 觉得挺在理 听上去老周也确实挺委屈 而就在记者快要被老周说服的时候 突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发生了 你看这屋是什么东西 这屋一条条看看 你看看 他跟那屋听着 这屋那管长的东西 他跟那听着 他跟那听着没有动 你看这屋管长的 那臭眼 都这样听着 这摔碎了 摔碎了 那你媳妇现在在哪 他在那屋 他在哪 在那屋呢 眼镜为时啊 您看 老周在接受采访 老周媳妇在小屋里睡觉 老周的儿子在院子里玩 一家三口人 没有人在正屋客厅里边 这一下 老周家彻底洗清嫌疑了 当然了 也说明一件事 说明老周家发生的怪事 都是真的 为什么这么说 先前咱们的记者 不少观众 当然了 这里包括我 或多或少 心里边都会有一点犯嘀咕 这些怪事这么玄乎 有没有可能是真的呀 这下好了 亲眼所见 还被咱们的摄像机 记录了下来 不会有假了 现在问题的关键就在于 如何破解这个诡异的现象 咱们排除了老周一家人 搞鬼的可能性 那还有什么原因呢 难道说这屋子 真的存在某种 神秘的 不为人知的力量吗 眼看着事情 怎么也处理不出个头绪了 咱们的记者就决定 扩大范围再调查一下 看一看这个线里边 还有没有其他的怪事